字幕提供 還蠻有feel的耶這個東西 好玩的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被 就兇狠的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我是在看一下 我們今天大家粉絲 我天天直播大家都在 我的直播上面敲碗 因為我們知道有這一號人物回來了 我們的非常厲害的 老師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頻道很帥氣嘛 各式各樣最重點是我最喜歡看他玩敲 來我們介紹我們的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Dr.T aka看你老師 館長非常的榮幸 我們粉絲敲碗你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你從美國回來 真的喔 所以大家都說敲碗說 你要不要做一個直播啊 後來我是覺得做直播比較 沒有feel啦 拍不到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做一個專訪的節目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看到桌上這個 今天為我們進行準備 這個槍是 基本上就是那個台中 隨便撿就有了 看一下看一下 這些槍枝就是來自我們喔 就是台灣一個非常知名的 Airsoft玩家 還有他們的經理今天特地幫我們準備的 想說今天來館長的這個場 一定要擺出一下場面這樣子 不知道你滿不滿意 很棒很棒很棒 真的是很專業 所以這個跟你在美國玩槍的環境 還是有差喔 我看你這個應有盡有 對 其實在美國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文化 所以你講到美國 就是跟槍完全的連結 那我們今天來 因為台灣畢竟這種氣氛不一樣 氛圍差太多了啦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美國大家都一定要用槍的館長 對 東人東人 不是 最好人來 為什麼大家連好人 連一般人就像你也是好人 為什麼大家都一定要想要擁有 其實我以前也蠻反對 擁有槍枝這件事情 那當你進入這個圈子的時候 他們其實在這整個擁有 就是合法持槍的這個圈子 他們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真正可以防衛這些拿槍的壞人的人 就是擁有槍的好人 所以這個概念一直在美國的整個 這種頑腔的文化當中 是一個很 就是他們的一個真理 就像我們拿西亞圖來講 他其實治安越來越不好 那譬如說他們去偷個東西 一個人在下面就是 那種拆那個觸媒器 另外一個就在那邊比著門口 像你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真正的 還是搶了吧 那不是 對啊 但是像遇到這種事情 真正可以防衛的就是 你也要有一支槍 沒有你要怎麼跟人拚 所以兩邊國家還是差異性比較大 那沒關係我們還是來介紹 我看今天擺的東西好像蠻精彩的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你有帶一個 專業的 是是是是 在此我就先歡迎一下 我們今天提供這些玩具槍的 Airsoft達人 Jack 我歡迎他 這位呢 他基本上在我們台灣 這個Airsoft的 就是說協會當中 還有圈子裡面蠻有名 那他自己的收藏也非常的精彩 那想說透過今天的這個機會呢 讓我們Jack還有的跟館長 一直一致的介紹一下好不好 OK 從最前面這邊 我們先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就是台灣的警察在使用的PPQ NPA版本 先沒有子彈 可以給館長你們 讓大家看 我有看到最近的新聞說 阿公要打過來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設計廠 用這種 讓人家練習設計 是是是 那其實以真槍來說 交流一下真槍來說 它的操縱性 脹彈 拉保險 你玩過兩種 對 不然為什麼台灣民眾現在都去練 一樣是設計球 所以大家說未來如果 我像這個重量 你拿過嘛 這種的也差不多 跟真槍差不多嘛 真的可以如果到實戰 如果我們換了一把真的 它的操作係數各方面 瞄準的模式各方面 我覺得其實現在我們台灣的這些玩具槍 它的整個結構 重量 它真的是1比1的去仿造 包括 就是說我們可以 放在上面的一些 譬如說瞄準器 對 optic 或是說一些小配件 都基本上是可以裝在真槍上面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今天 像剛剛我們館長有講到 阿公要過來 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真的有一天這樣子的話 我們應該每個人都要有槍 像我在美國是玩真槍的 那我常常去靶場練習 我可以跟你百分之百保證 我其實對於槍的姿勢 使用 都比我們現在的國軍 應該說水準差不多啦 真的 所以就 我以為你要說水準比較高 我還是要比較 客氣一點 客氣一點 但是就是說因為 我們有那個環境嘛 對對對 所以塑造我們在這方面的姿勢 比較好一點 就等於是 人家國軍還要在那邊 預備 那你可能 把他當什麼打一樣 沒錯沒錯 我們這裡開金錢 只要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子彈貴不貴 幸福沒有幸福要有錢 對 其他我們是覺得有環境 環境也有 然後資源也有 所以其實很簡單 所以我們問一下 當我們在玩 它這個真的是拉爽的嗎 沒有 還是真的是一定要 你要裝子彈跟 就是我們講的BB彈 你要裝BB彈之前 然後你要打之前 而且它的操作其實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那 你要做這個進場 裝彈的動作 它才會進去 對 都是跟五針槍的操作 是一樣的 所以真的是也可以 真的是可以練 這是二戰的嗎 對 這一把是英國的 撕燈衝鋒槍 因為我們在玩遊戲 最近在玩那個COD 他都拿那個二戰的槍出來 重訪工作 所以我看到這個就很懷念 好像很多 那種美國黑幫的電影 都是拿這一種在掃 做那個金龜車 這個是阿公系列 阿公系列 可是的確嗎 這種槍枝 在你們那邊 在美國還是有人拿這種 還是有賣這種 收藏家 可是真的能激發嗎 其實像我們一般 譬如說要拿著智慧用的 是 是不可能 出斑 太斑 你拿這個出來的人 不然你拿這個出來的人就說 你這三小 你說你兩公 對啊 你兩公也會 你說你兩公也會 你怎麼兩公這樣 對啊 但這個是比較屬於收藏品 如果說今天在美國的話 算是收藏品 那我問一下老師 那像這種一般手槍 就像警察用那種 最初階版的 其實最便宜 你可以買二 你要買新的還是二手 二手的也好 就是都在一千塊以內 都買得到 一千塊美金 以內 一千塊等於三萬塊 對 對啊 要去美國住嗎 我幫你安排一下 安排 我去那邊 就兇狠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是在開玩笑 對啊 插一排 不要插前面啦 以前我們那個龍龍都插前面 那走火這邊都是重要部分 我們都插火 沒有 電影看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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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言不合就從裡面 抽出來 對對對 好 我們這一支 我們是遊戲當中的經典 WOW F1 Grand 真的是 超重的 慈目的 慈目的 館長拿槍 讓我有點 擋肉肉的感覺 開這次紅懷舊啦 就想到我們 國軍 我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也是這樣 什麼都不給你 你罵逼耶 就連這個沾孔 然後 就前面這樣子 就連成一線這樣打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 開槍會中的那種感覺 真的啦 你不要跟我講得多準 電影不要看太多 有當過兵的都知道 OK 我們待會 會跟 我們老師來體驗一下 這個 我們這個玩具槍的 這個真實度 所以我們還是 一樣 打氣球 打把 好 Let's go 蠻有感覺的耶 這個東西 看你打槍的姿勢 我整個人都嗨了去 有這種事 我好嗨喔 怎麼辦 這種事 蠻有感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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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老師開一下 那其實台中人開槍 我們不是這樣開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橫著開 所以我今天呢 就直接用我們 台中人的方式來開槍 跟我們的館長玩一下 好 一樣射氣球 你看 一顆都沒有中 我們攝影師 拍一下氣球 基本上一顆都沒有中 台中人呢 為什麼會橫著開 很簡單 因為呢 有嚇到就好 嚇到的那種衝擊力 比真正射到還誇張 因為射到的就忘記了 這個簡直是 有瞄跟沒瞄一樣 這簡直是 有瞄跟沒瞄一樣 哎呦 有 好玩的耶 我覺得 我們射到兩排可以領一個禮物 OK 我覺得這好玩耶 這隻 不錯齁 我想說剛剛我一顆氣球都沒有打到 好玩 那我就是自己私藏了一支槍 故意沒有放在桌面上 想說如果打不贏那個館長 就拿這一支來處理一下 那個Jeff來 OK 這太迷你了吧 這支真的可以打嗎 當然 他真的可以裝很多子彈嗎 3,800 那真的可以把這邊打光嗎 你可以這樣 我可以盡量 我可以盡量 好 觀眾朋友有好奇 好 我們直接來齁 好 這個是一種要把你打成肉醬的概念 對沒錯 不是把你打死 是把你打成肉醬 不是不是 而且就是投胎過後又要再投胎一次 哈哈哈哈 玩長其實這一支蠻好玩的 非常推薦你玩一下 你看 他這個生除可以帶去打嗎 帶不公平了吧 欸 其實沒有公布公平的問題 哈哈哈哈 就是玩嘛 這功能沒有辦法瞄 這就是少了 這不用面 來吧 我們試試看吧 好 我要請問一下這一把多少錢啊 這蠻好玩的耶 哈哈哈哈 以後小孩子稍微長大拿這個來 欸 對欸跟我小孩子 你再不聽阿威 欸 我橫著給你打下去 這個真的是 很有趣很玩的耶 很有趣 對對對 而且很紓壓耶 對 我覺得如果你家裡面有 小朋友 哈哈哈哈 沒有 我不是說來射小朋友 我是說 給他玩啦 大家一起大人小孩這樣玩 對對對 而且這個後座力也還好 對啦 可是就真的 這把真的有重量 比較重一點這樣子 對 想說我打得這麼爛 所以我想說今天找一個 比較專業的射手 就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也是一個網紅 然後我會玩槍是因為他 我有看到 他害我的 我常常看到他 對對對 就是讓我們歡迎一下亞當 哇 大家好 館長你好 你好 亞當基本上呢 在我們美國玩槍的資歷 也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直接 用這個45來射一下 OK 然後順便也就是讓觀眾們看一下 就是說現在在美國 基本上拿槍的這些姿勢 對對對 剛剛拿槍的姿勢 我有發現 他是比較屬於那種 有沒有 早期年代的那種拿槍的手法 其實 我個人覺得啦 有的那種比較專業玩槍的人 會說 啊你如果要專業 你就是怎麼樣 要拿紙 還是不行這樣 我覺得其實 只要有效力的話 只要你覺得射擊 有效力 有準的話 意思就是說 怕也順 什麼主持人用吧 怕也順 有辦法達到目標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我覺得那真的不是重點 那因為每一個人拿槍的方式不一樣 拳挖樓橫著拿 是是是 對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呢 亞當等一下會跟大家示範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美國 在靶場或者是說 這些教練 他是有規定的嗎 他沒有規定 他只是說 這些基本功你要怎麼拿 怎麼站 所以就是說 你在身體承受這些後座力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這個衝擊 對 影響到你的準確度 對 對 那我們就亞當先來 G45好不好 來來來來 那這把我就打 就是掛45 對 這沒了 亞當你可不可以先恢復一下 你剛剛拿槍的那個姿勢 館長你覺得 他現在拿槍的姿勢 尤其是他握槍的這個手勢 蠻特別的喔 蠻特別的喔 這是現在基本上在美國精準單位 他們在訓練的時候 一個基本的姿勢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你看他這邊 不管是他的右手或左手 他的整個包覆性非常非常的強 等於就是說你 如果手包的越緊 就越準 就是因為那個槍他會有後座力 那就是說你如果包越緊的話 你的手去承擔那個後座力 會降低 就是說他的整個 跳動的頻率 對 如果是真槍的話 他會 如果你握得好他會往上彈 直到往上 對 如果你這樣子握的話 他會往左邊彈比較多 是 對 所以就這樣握好這樣去控制 會打得更準一點 所以說今天 玩這個槍的總結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嘛 畢竟在台灣 對 還是可以練啦 還是可以練啦 現在阿公要打過來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跟真槍 差那麼一點點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很安靜 嗯 真槍的話 你可能 Prozent一下 你要去忍受 吃灌那個音爆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 在台灣很多人玩吧 其實 不少老實講 因為現在 包含一般民眾其實 都會想要自己去訓練 自己的可能一些 戰術觀念 那當然 就是我們 沒辦法使用真槍 就是透過這些 玩具槍來訓練 跟模擬這樣子 相對來說又更安全 好 今天謝謝我們的昌老師 謝謝我們兩位同伴 兩位非常專業的人士 謝謝你們 對 好 我們進入訪談了 Let's go 我告訴你 我今天自己也要帶開機 今天自己也要拿好嗎 要買一送一 好不好 買一送一 看自己喜歡什麼的心跳 OK